劳动部针对打工族补贴1万元的纾困措施 却规定4月30号当天必须有投保 前后工作日都不算数 民众党团立委赖湘林认为 这样的规定毫无逻辑可言 30号作为你们认定标准 所以对象上面一定就是有挂一漏万 甚至是真的漏了非常多的人 这些对象有没有可能以工作事实 收入证明相关的工作资料来佐证 以至于让劳动部接纳审核 甚至可以采取主动性关照核发 在补习班打工的陈同学 因为雇主没有帮他投保 当然也就不服纾困资格 让他觉得相当不合理 我是在补习班做行政的工作 那现在做差不多做四个多月了 那最近那个纾困出来的时候 我就去查我自己是不是符合资格的 结果我后来我正要申请的时候 发现那个视传跟我说 我是不符合资格的 我就去查了原因 结果后来我发现原来是我的雇主 从头到尾都没有帮我保保险 就是没有帮我保老保 那这个情况就导致了 就算我在四月三十二年 确实是有工作的 但是我因为他没有帮我保老保 我就不可能去申请到这个补贴 赖向林认为疫情期间 冲击劳工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 建议政府进行安心上工计划 让疫情期间就业的劳工 可以有额外的补贴 并且协助就业 让受到疫情影响的劳工 都能得到政府的保障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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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